男人在路边捡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她关着脚丫 领着大雨 这可怜的模样 舍得男人一阵心疼 远山见她可怜 便将她背回了家 女孩名叫香草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香草战战兢兢 犹豫了好久才敢进门 老实拘谨的远山 贴心地给香草断了了洗脚水 拿了套自己的衣服 递上了自己的鞋子 她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女孩 张了张嘴巴 很想问她些什么 却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随后远山独自去了办公室睡觉 给了香草最大的尊重 香草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是这么几天以来 对她最好的人了 四日一早 远山带来了早餐 她准备悄悄放在门口 没想到香草打开了门 两人随即进了屋 香草吃着包子 远山不知道要跟女孩说什么 从口袋摸出200块钱给香草 随后便出了门 香草对这个陌生的男人 有了一丝好感 吃完早饭 身无分文的香草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拿上了200块钱 承诺远山日后一定会还给她的 远山虽然对这个漂亮的女孩 颇有好感 但是她不想勉强香草留下来 于是她带着香草来到铁路边 准备送她坐小火车去县城 这时三个如同流氓般的大汉 冲他们而来 扬言香草是她家跑路的新媳妇 香草竟三人冲过来 立马躲在远山身后 远山将香草带回了大婶家 原来香草是逃婚出来的 她被自己的父母 用8000块钱卖给大婶 没想到嫁的人是个傻子 于是香草逃了出来 可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远山本来不想管 可听见香草说 看着泪眼汪汪的香草 远山心软了 于是她找了班长帮忙 谁知那人竟是个法盲 毫不讲理不说 就连警察都不怕 见对方油言不尽 远山只好亲自出马 她向男人表示 自己会替香草 还那8000元的彩礼钱 谁知对方不为不扰 还要求远山付给他们 2000元的补偿金 下上这2000块钱 远山一共要付给她 一万块钱 这无疑是掏光了远山家底 可远山一想到香草 是露露的眼睛 舍不得让这么漂亮的女孩 一辈子毁在暗无天人的大山里 于是远山拿出了 自己十几年的积蓄 给了对方 带回了香草 反正不舍的远山 吃这样大的亏 便主张要香草 嫁给她做媳妇 远山为人善良憨厚 也早就到了成家的年纪 就是没有机会去相亲 而香草长得也不错 两人要是真在一起了 那是个不错的选择 尽管香草答应了下来 可她却觉得 香草只不过是因为感激自己 万一以后她后悔了 自己不就绑住她了吗 思来想去 远山还是拒绝了 当晚 远山就将香草 送上了去往县城的火车 香草一一不舍地 看着远山远去 远山却始终不敢回头看 她来到了大婶家 大婶一直期望远山 能找个女孩 可如今香草 这么好看的姑娘都同意了 远山却不答应了 晚上远山回到家 发现香草正蹲在门口 远山很晚久回家 香草正蹲在门口 两人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 远山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香草趴在桌上睡着了 怕香草感冒 远山给她披了件衣服 香草之所以没有离开 是因为她觉得 远山是个善良可靠的男人 现在再去现场 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远山看着桌上的书本 这才发现香草有高考 远山不想阻挡香草的前途 于是她干脆彻底打下了 和香草结婚的念头 为了让香草如愿考上大学 远山便将她送到了大舍家里 让她在大舍家认真读书 大舍得知这一时候高兴极了 虽然住在大舍家方便了不少 可香草不能常常见到远山 因为远山工作的特殊性 她需要经常在深山里工作 香草心里十分记惯远山 便每到中午的时候 提着饭盒去见远山 虽然二人不经常交谈 可感情就在这一份份温热的饭菜里 越发浓烈起来 香草每天都要走上几公里送饭 远山一方面担心香草的安全 另一方面担心耽搁香草读书 于是她便提出 不要香草再来给她送饭 可满心皆是远山的香草 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次日远山刚起床 就看到香草正在院子里洗菜 此后香草就和远山 一起住在了这间小小的红泥屋 每天清晨 远山都能收到一份香草精心烧制的午饭 等到远山去上班了 香草就会在家里帮她洗脱地 做完这起后 香草才会读书学习 香草的到来 给红泥屋添加了温馨的色彩 每次远山下班回来后 远远地看到香草 站在红泥屋前等待着她 远山的心里就一阵温暖 温柔体贴的香草 给远山灰白的生活 带来了希望 然而没过多久 香草就要去县城参加考试了 这不禁让远山觉得 自己的心里空落落的 也没有了什么盼头 此后 远山每天都无比期盼地 看着过往的火车 希望有一辆 能带回她思念的香草 可她等了一天又一天 活着一次又一次地 从她身边挤齿而过 远山只能独自落寞地 坐在红泥屋前 跳望着远方 不久 远山唯一的朋友 也要离开这座大山 她要去县城和女朋友结婚 她不想把自己的一辈子 都给了这座大山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远山深知这一道理 她没有张口挽留 而是选择默默祝福 这天 远山如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却意外地发现 自己那间破旧的红泥屋 冒出了久违的吹烟 紧接着 香草的身影 出现在远山的眼前 远山又惊又喜 脸上无意间 露出兴奋的笑容 她立马加紧步伐赶回家 想看看自己 思念许久的女孩 男人从大山深处 捡回别人家的新媳妇 还拿回自己的积蓄 供养她 读上新衣的大学 所有人都劝 男人娶女孩为妻 男人却一直拒绝 高考回来后的香草 脸上洋溢着笑容 显然她考得不错 远山也发自内心地 期盼她能考一个 不错的成绩 为了考试的压力 香草每天都会 跟在远山的身后 远山上班 她就属在一旁采花 二人温馨的 如同真正的夫妻 就连妇联的人都跑来 催促他们赶紧生孩子 香草文言很是兴奋 她已经决定 要给远山当老婆了 然而远山还是拒绝了她 不是她不喜欢香草 可是她怕自己 耽搁了香草念书 虽然她的文化程度不高 但她知道 读书是正事 如果二人真的会有缘分的话 那么以后 肯定会有在一起的机会 听到远山这样说 香草沉默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 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她最想考取的大学 而这张勃勃的录取通知书 不仅寄托着香草的愿望 也代表着二人要分隔一地 远山怎么可能会让香草 舍弃愿望 陪自己一直戴在大山里 次日 远山就和香草 一起坐上了 去往县城的火车 远山将红尼屋的钥匙 穿上细细的红绳 挂在了香草的脖子上 只要带着这把钥匙 她就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而她会在红尼屋 一直等待着香草的归来 二人分隔两地后 书信就是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 香草会给远山 写学校里发生的趣事 为了给远山分担压力 同事的香草 也会在学校里请公见学 而远山每次受到香草寄来的信使 她都会反复地念 一年的时间里 二人互相记了大量的书信 这天晚上 远山依旧在给香草写信 却未处 她最终决定 写下香草 一直想听的那三个字 这时同事突然冲了进来 说附近有块地基塌方 需要远山一起帮忙抢修 暴雨下了一夜 远山他们也抢修了一夜 清晨雨停了 远山却因为塌方严重 不幸遇难 再也无法回来了 红尼屋里放着她临走前 给香草写下的半封信 大婶将这封未完成的信 和远山遇难的消息 寄给了香草 特知这一噩耗的香草悲伤不已 她流着泪 补全了远山准备写下的那三个字 嫁给我 她知道远山已经决定要娶自己回家了 可她却再也没有机会 做她的新娘了 这段爱情 终究还是有缘无分 香草大学毕业后 再次回到了红尼屋 只不过这一次 她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远山了 此后香草便在山里 心甘地小学当老师 闲暇时刻 她还会陪大使聊天 也会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 招待远山的朋友 最终香草成为了远山 在这座大山里 一手就是一辈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 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